8號晚上11點多 這個黑衣男子是先跑到 這個古山區明華路上的 這一間髮廊二樓來騷擾設計師 那麼不久他又在路上 攔了一台白色的轎車 開始叫罵 來看一下當時的狀況 那麼可以看到 黑衣男子他是髒話齊發 不停的在怒罵對方 不過警方到場的時候 男子的態度竟然180度大轉變 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車子是誰 不要來 剛剛那個車子裡面 我被捕了 那麼男子原本凶狠的狀況 卻是用非常女性的態度 來跟警方回報這件事情 也讓當場目擊民眾都看傻眼 想說這到底是怎麼操作 那麼根據了解 這一名男子可能是精神狀態不佳 才會有這樣脫序的行為 東森新聞在高雄的採訪報導